好 本週的電影有奪下本屆奧斯卡 最佳進路片的尋找甜蜜客 還有鋼鐵人3 小蘿蔔道尼這次遇上的是恐怖分子 還有爆炸攻擊 天不怕地不怕的鋼鐵人 竟然恐慌症發作 就在這個時候 神秘的爆炸事件也在各地發生 恐怖分子開始對美國政府示威 進行電視處決直播 就連葛林斯主派特羅視野的小辣椒 也被壞人弄走 鋼鐵人3最驚人的亮點 當然不只如此 除了鐵甲武器的再升級 多款鋼鐵人漫天騎飛 就連葛林斯主派特羅的舞力 也更為提升 將反過來幫助鋼鐵人一把 如果我曾經參加10個藝術 我曾經參加10個藝術 比賽中的藝術 會成為5名 尋找甜蜜客 描述搖滾史上最不可思議的傳奇 在城市中的藝術 當他開放著唱歌 他就覺得 這個人有了 這樣一位天才創作歌手 羅利·葛斯 70年代完全沒有走紅 後來傳出他自焚身亡 直到他的專輯 《飄洋過海》到了南非 他的音樂成為當地青年 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主題音樂 羅利·葛斯成為家喻戶曉的 搖滾巨星 但是他對一切都不知情 直到這片導演找上了他 他像一個聰明人 一個聖明人 超過一個魅力的藝術 電影一路橫掃全球各大影展大獎 多下了三十多座電影獎項的肯定 去年在美國上映 更創下了超過一億台幣的票房佳績 堪稱最受矚目的年度最佳紀錄片 能夠的能力 他想要的生命 以派特的幸福劇本入圍奧斯卡的當紅影星 布萊德利·庫博 在跨越世紀的情書當中 以溫柔多情又充滿掙扎糾結的演出 繼續擄獲影迷的心 電影由三個作家的故事組成 描述他們各自對寫作 愛情 以及自我生命的追尋和失落 除了布萊德利·庫博 還有杰瑞·米艾朗 丹尼斯·奎德 三大實力派影星 要帶來生命的感動 入圍尼斯卡 入圍尼斯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